按新加坡海军作战需求 量身定做的第一艘218SG型新潜水艇 明天将在德国节目 预计后年移交我国 我们的记者洪宝玲 日前到位于张仪海军基地的潜水艇训练中心 体验了潜艇的复杂操作程序 以及队员所需要通过的严格训练 这个黑色的模拟潜水艇舱 正在模拟海上导航行动 进入模拟潜水艇舱后 控制盘上的按钮让人眼花缭乱 每一个都有各自的功能 潜水艇的操作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的训练必须更加的严格 比如说我们有一项训练 就是让我们的潜艇队员 在烟雾笼罩的情况下 能够继续操作控制盘 尽管潜水艇的航道和深度 已经被设定好 但对首次尝试导航的我来说 还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除了左右手的协调 还得同时注意不同码表上 所显示的数据 这样子才能够确定潜艇 往正确的航道安全形势 要成为一名潜艇队员 需要长达9个月的训练 心理和体囊都得通过测试 这个房间就让队员模拟 作战情况 学习如何分析 监测 指挥与控制和操作武器 我国海军目前有四艘潜艇 当中剑客号去年参与两项重要演习 表现亮眼 在五国团结演习当中 所有的侦察军舰都探测不到 剑客号的所在 而在新印海军双边演习 剑客号成功地在安达曼海域 发射了一枚鱼类 国防部2013年向德国购买 两艘218SG型潜艇 以取代上世纪60年代制造的 挑战者级潜水艇 即将在德国揭幕的新潜艇 就是其中一艘 而前年最新添购的另两艘潜艇 也属相同型号